afsrk.com 辛苦甜思思的時間了 Charles 是 我今天這件衣服又精心打扮過 和你稍後教我們做的甜品 非常合襯 你怎麼知道我們今天做兩款甜品 都會稍微和黃色 第一款是煮羊枝金露布甸 夏天有少許清涼的甜品 也不錯 第二款是煮香蕉班戟 有時不想吃那麼膩的甜品 清淡也不錯 不如先煮羊枝金露布甸 材料有什麼 先用芒果啫喱粉和魚膠粉 砂糖和椰子香粉 鮮奶、椰汁、芒果蓉 以打氣的淡忌廉、西米 鮮芒果肉和甘油肉 這個羊絲金露布甸做法不難 但事前我們要先準備一些材料 是,沒錯 我們首先用新鮮芒果蓋一點肉 芒果蓉可以用急凍的芒果蓉 或者自己用新鮮芒果肉打溶 加大約10%砂糖、少許檸檬汁 煮一煮滾,就可以代替了 金柚肉,我們也要買一些 綠色皮的那種 我喜歡甜一點的金柚肉 對 西米,我們用熱水 煮滾了熱水,倒進去 然後煮到有少許通透 然後我們要浸一浸凍水 為什麼呢? 不然它就會黏在一堆 好像新鮮布甸一樣 對 然後我們就拿鮮奶 加一點糖 加一點糖 芒果啫喱粉 魚膠粉 還有少許大香味的椰子香粉 拌勻 然後我們要將它隔水再溶 嗯 好,我們隔熱水慢慢再溶 嗯 這個魚膠啫喱 是否要先攤一攤冷 沒錯 我們因為做布甸 這個魚膠啫喱 都會多一點點的份量 是 我們就要冷一點點 加下去就會好一點 不然它有機會 就會變成 好像碎豆腐花一樣 那些奶好像熟了 就不好了 好 這裡我們再加一些椰汁 嗯 好 然後呢 先把魚膠啫喱 是 好,接著芒果融 嗯 我們夾上所有材料 全部加下去就可以了 嗯 好 這裡輕輕拌一拌 之後呢 我們加少許大了的淡忌廉 是 是 讓布甸不要太稀 如果太稀 那些水果會沉在底 是呀 是 可以用蛋法來拌 蛋法會容易拌勻 嗯 好,這個還要用 好,我們輕輕地拌勻了 是 接著就 最後再加這些水果 嗯 安果肉 還有這個甘有肉 如果我真的很喜歡吃生果 我可不可以喪加芒果 可以喪加甘果 其實你看到我也 挺多了吧 那個餡料都不是 你看到嗎 對,拌勻拌勻 對,如果你喜歡吃的話 可以加多一點 嗯 但如果太多的話 它就會變成瓶 或是很大塊 這樣就變得不好 對 好,然後我們慢慢地 把它塗在這個盤上 是 是 這個啫喱杯 隨你喜歡用什麼形狀都可以 嗯 你看到那個顏色會比較淡色一點 是 因為我們沒有混合食用色素 嗯 如果你想要黃一點 就要加少許黃色的色素 這個羊枝金露布甸 做些簡單的裝飾就夠了 是 我們等布甸熔滬了之後 是 再加一顆芒果 再加一顆芒果 我們再加些 甘油肉 嗯 慢慢做散 好,我們鋪些金露肉下去 嗯 這樣好像比較單調 再加少許金薄 會濕一點 是不是不同了 哇 整件事馬上高級了 嗯 但是這些金薄難不難買得到 金薄也不難買 我們要買一些食用金薄 嗯 通常有些金薄好像名貴很多 是啊 嗯 又不用黏太多的金薄 少許搭配就可以了 哇,Charles 你這個養肢金露布甸 在微鋪這些金薄 金油肉之前我已經很想吃了 所以我不客氣了 不過呢 各位觀眾也不要只看著我吃 不如大家也一起試這個甜品 這個香蕉班戟不單是一個甜品 還可以用來做早餐 真的 那我們不如先做一個班戟皮 這個材料有些甚麼 我們用砂糖、鹽、低筋粉、雞蛋 淡忌廉、鮮奶、淡牛油 我們這個班戟皮其實是不太難做的 我們加少許這個低筋粉 它那很多常用來看 對方甚至士糞便 再加少許的鹽 甚至芫蘿 那些鹽 有些水平 我們幫助醬ино 倒入了 乖後 包括牛奶 然後加鮮奶 然後加一些淡甜點 輕拌至麵糊的狀態 但我們要用個篩格格 因為它有些粉粒 是 其實這些班戟到底好不好吃 就看在細節位 例如不篩的話 吃下去是否都是一粒粒 是呀 有些粉粒在裡面 嗯 好,我們過完篩之後 才加一個熱用的淡牛油 嗯 因為如果預先加了 牛油可能會凝固 好,然後呢 我們可以戴一個膠手套 好 會有少許隔熱的作用 不會燙到手 因為我們要反轉皮 嗯 哦 逃手反轉皮 嗯 好 煎班戟皮 我們不用太大火 是 不過開頭兩片 因為爐爐可能冷些 所以開大一點 嗯 其實我們頭幾片 掃少許油 往後的就不用 那煎這個班戟呢 有什麼技巧呢 嗯 我們要留意 不要太大火 嗯 還有呢 不要太厚 煎到它剛凝固 我們就可以反轉它 這樣就可以起鑊 煎到的了 哇,這個班戟皮真的煎得很漂亮 嗯 我們主要要留意 不要太大火 是 而且不要太厚 嗯,那為什麼這碟 要鋪一層的保鮮紙在這裡 鋪一層的保鮮紙 讓它不要黏著碟 因為我們一會兒要逐層逐層 拿它出來 嗯 嗯,我們煎完12塊的班戟皮之後 就要準備那個忌廉慕士了 是 材料有什麼 我們用魚膠粉,砂糖 鮮奶,耳底淡忌廉 還有烤酒 Charles啊 是 其實如果冷一點的話 可以用什麼來代替這個忌廉慕士 我們可以在超級市場 買一些罐裝的叫噴忌廉 這樣擠下去就可以了 但認真說 我們用淡忌廉會比較好吃 那也是自己做的 我們可以這樣 用鮮奶 因為這個也不太難做 加些魚膠粉 是 加少許砂糖 因為用淡忌廉 忌廉的甜度可以自己調教 我給了一份來參考 如果你喜歡甜一點或淡一點 自己調教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 加熱水再用鮮奶和魚膠粉 嗯 我們融透了這個魚膠啫喱 將它混合在淡忌廉裡面 嗯 我們暖暖地加下去 這次不怕 加少許淡酒 讓它更香 嗯 我們看到淡忌廉有少許削身的狀態 我們暖暖它 讓它有少許凝固的時候 才擠到斑戟裡 讓斑戟裡 讓斑戟裡 讓斑戟會飽滿少許 好 感覺 Chas 現在是否就可以入袋裡了 沒錯 我們的忌廉 切一切之後 就可以放在它 才用濕袋裡 是 那其實濕袋裡 有沒有要怎樣選擇才好 因為我經常都很擔心 擠花的時候 下面會漏 或者會爆出材料 其實這隻膠的濕袋裡 它有分厚和薄的 嗯 我們買一隻厚一點的膠袋 對 嗯 還有 如果我們放花嘴 不要剪得太大 剪得太大 花嘴會掉出來 是嗎 那我們準備好這個忌廉 然後就可以加進斑戟裡 Charles 是 你的香蕉斑戟裡 已經在這裡準備好了 好 那你把桌子又鋪了一張保鮮紙 是否為了防止它黏底 對,鋪了一張紙 它又不會黏底 而且它會比較餵 對 因為我們班戟就這樣吃 是 我們鋪一塊 然後 加少許忌廉慕士 嗯 這個多一點也是隨自己喜歡 是 然後就加一塊香蕉 嗯 可以用圓條的擠下去 嗯 嗯 那再加少許忌廉 很豐富 很豐富 然後這樣包起來 好像… 捲下去 是 好 這樣就做了一個番茄 嗯 嗯 然後呢 你喜歡的話可以這樣切開它 是 好啊 很期待這一刻 哇 對了 如果刷一刷它的忌廉 會更更定型 嗯 那這個呢 又可以做甜品 又可以做早餐的香蕉班戟 大家都回去嘗嘗 對 就知道 我怎麼會這樣做 好 解釋 這個 你怎麼會這樣做 可以做些事 跟各位 還有 你 然後